中共中紀委此前宣布 中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治委員會副主任傅政華 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調查 但沒有詳細說明他的罪名 傅政華現年66歲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 北京市政法委副書記、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610辦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長等職務 傅政華歷來被認為是中共迫害人權的狠角色 曾長期參與迫害法輪功 也是709案抓捕人權律師事件的主要推手 有些網友直稱傅政華為當代第一酷吏 加上之前的孟宏偉、孫力軍 傅政華成為中共十九大以來 第三名落馬的公安部副部長 這三人在公安部共事多年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指出 從中共官方對孫力軍和傅政華處置的步驟來看 孫力軍案和傅政華案有關聯 第一次是孫力軍被調查的第二天 傅政華就被削權 一週後被拿下司法部部長的職務 這次是孫力軍剛剛被公布罪狀的兩天之後 傅政華就被宣布接受調查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 孫力軍是69年出生的少壯派 所以他很有希望接班政法系統 傅政華因年齡原因 再加上習當局對他不完全信任 在當時政治局面比較混沌的情況下 傅政華跟孫力軍很可能一起勾結 王赫還表示 傅政華的舉動顯示出中共內鬥的激烈 以傅政華在公安部 魔法滾打一輩子都在公安系統裡 幹傷活幹了這麼久 對中共的政治的顯得應該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麼他竟然也走出了這麼一步 要去混水摸魚 所以他後面所牽涉的後臺背景 應該是非常強大的 王赫指出 外界也普遍認為 傅政華與前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和現任政法委書記郭升坤 有一定的聯繫 網大處說 會涉及到江曾派系 傅政華他要是捲入了孫力軍的案子 我們都知道孫力軍這個案子 它是涉及到政治野心篡權亂政的一個大案子 這樣的案子 它肯定是不止傅政華這個級別的 對它涉及到更高層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4日 大陸百強房企花樣年控股集團 爆出債務違約 一筆應該在4日支付的2億美元債務 現在沒有能力支付 其創辦人曾寶寶在個人微博接連發表敏感貼文 似乎暗藏著弦外之言 引起人們的各種猜測 曾寶寶的父親是曾靜淮 曾經是中港政商圈子裡的風雲人物 他的大伯則是曾靜洪 曾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等要職 是典型的江派勢力 也是中共高官 富商大款 爭相討好的對象 這些年 曾寶寶靠著曾慶紅這棵大樹 搞起了房地產業 憑藉花樣年公司 曾寶寶本人賺得盆滿波滿 作為曾經的紅色權貴家族企業 花樣年這次是不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煩 這條微博的背後折射出曾慶紅目前的處境不妙 也就是說以曾家的背景和勢力 他居然連自家公司都已經貸不到款了 而且還要被迫地把一些很優良的資產 是灰類大甩賣 那麼他就是只能說明曾慶紅的影響力已經是不在了 如今 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 集中體現在習派與江派之間的鬥爭 江澤民早已臥床不起 是個活死人 但曾慶紅家族的勢力一直都隱藏得很深 北京時局觀察員華坡表示 在現階段 沒有哪個官員是絕對安全的 尤其政法系統常年被江派人馬把持 習近平肯定要下重手清理的 明年二十大要召開 所以一定要清洗 尤其現在到了政法系統了 所以這刀把子一定要清洗乾淨 傅政華的落馬不是個句號 而是一個開始 旅居澳洲的法學家袁胡斌教授認為 從孫力軍到傅政華的落馬 都不是偶然事件 是整個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對於權力鬥爭的對手 進行最後打擊的一個總體戰略的一部分 而習近平主要整肅的對象還會有曾慶紅 新唐人新聞週刊 梁東 尚敬綜合報導